如果大家有看我的视频的话 应该都会大概知道 疫情、疫苗的最新资讯是如何 不过因为很多人未必说每条片都看完 也有更多人从来都没看过我们的视频 所以我就整合了现在所有我们已知的资料 最新的资讯 整了这两集 将疫情和疫苗的状况 跟大家更新一下了解最新的情况 第一个问题就是 究竟这新冠肺炎是否跟感冒差不多呢? 其实平时我们也有冠状病毒引起的伤风 每季冬天它都会引起 比如喉咙痛、伤风、咳嗲等象征 一般这些普通的冠状病毒 引起的呼吸系统感染是不重要的 也没有什么后遗症 也没有什么严重的病发症 但是这个SARS-CoV-2 这新冠病毒就不同了 它尤其是老人家 尤其是住在老人院的长者 如果在那些地方爆发的死亡率 是比起一般的流感死亡率是多好几倍的 第二件事就是 这个病其实是一个两个阶段的病 就是说 新冠肺炎初步就像普通的伤风感冒 在呼吸系统那里引起象征 比如说初头的象征 都是鼻水、咳嗲、喉咙痛 和其他的伤风感冒是差不多的 但是到第二个阶段 就是病毒就会引发身体 产生一个不受控 对我们自身的身体有伤害的免疫反应 那这些这样的细胞因子风暴 或者我们叫做 就会影响到有些严重的后果 比如严重的肺炎 或者就是中风 血管发炎令到身体各个器官受损 这些第二阶段严重的问题 普通呼吸系统感染 伤风感冒是没有这些事情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当新冠肺炎 是等于普通伤风感冒调而轻心 第二个问题就是 在世界上某些地方 比如香港、台湾那些 似乎是靠着戴口罩 避免人与人之间接触 都将疫情控制得不错 那其实要不需要打疫苗 疫苗听 就是牛罗国逊所说 那很危险的 那我戴口罩一样就可以了 这件事情大家就要 很小心地考虑清楚 新冠病毒这个病毒 在全世界是不断地传播着 那它开始已经传播得很快 如果有新变种病毒出现之后 有Delta之后 它传播得更加快 以这种广泛的传播程度来说 这种病毒是否能够就这样消失 戴着口罩就可以避免自己感染呢 这个真的有点伤确 很简单就说 好像伤风这种病毒 贵贵都有的了 你能不能够戴口罩 去避免这些生人 不会感染伤风的病毒呢 就算真的能够的话 你永远一世人戴口罩去避免它 因为它永远都在 因为现在新冠病毒的分布 这么矿 传播又这么快 越来越多的专家相信 其实这种病毒 是会一直留在 因为它太广泛传播了 很难弄走它 情况就等于 1918年的 西班牙流氧病毒 其实现在还有在 大家知道吗 就是说当时的病毒 引起数以千万的人死亡的病毒 现在还在 但是我们现在不觉得呢 因为就是过了这么多年之后 如果被它击倒 被它杀死的人 就已经逝者如私了 剩下的人 就已经有抵抗力了 所以这个西班牙流氧病毒 今天都仍然在 不过它只能够引发 一些普通伤风感冒 因为它大家已经 有了抵抗力在 大家要记得 历史上 所有这些大规模爆发的传染病 全部都是靠大家 产生抵抗力去对付它 疫情才会改善 从来都没试过 戴口罩就可以令到疫情消失 第三个问题就是大家很多时担心 这个疫苗这么快推出 就怕它不安全 担心这件事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现在以新冠疫苗 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那些 这样的mRNA疫苗 就是Vizor、Moderna 甚至是J&J、Ossworth 这些疫苗的研究数据 是给大家以前吃过的药 现在正在吃的药 或者以后你会吃过的药 那些资料都会更加多 所有的资料都显示 这些疫苗的安全性是相当相当之高 以mRNA疫苗来计 大家常常担心 就是这些遗传物质 会影响生肝脏 就在现在这一刻 你身体里面 每一个细胞里头 起码有5000个以上 自己身体产生的mRNA 即我们叫messenger RNA 即是顺氏核糖核酸 在你细胞里面 去吩咐细胞去做事 那你打针打下去的 比如Vizor、Moderna 这些mRNA疫苗 里面就有一种的mRNA 即是有一种顺氏核糖核酸 它就会叫我们的细胞 打到我们身体里面 就会叫我们的人体细胞 它做一样的蛋白出来 就是冠状病毒表面的S蛋白 那样东西就会刺激我们的身体免疫系统 产生免疫反应保护我们 而一个病毒里面 比如新冠病毒里面 就有25种蛋白质组成的 即是你想象中 这个病毒就由25种颜色的 LEGO砌成的 即是说里面有25种颜色的LEGO 你打针下去 它只是做了一种颜色的LEGO出来的 还有这些信史核酸 MRNA是一种短期的信息来的 即是说它是给个信息 告诉细胞 你就要帮我做这个蛋白出来 这样 那接着它就没有了 即是等于大家的poses 即是那些布时帖那些 就是说你又写下一个instruction 给你的下属贴在他的桌面那里 就叫他帮你做什么 你的下属听到之后 那张东西就掉掉了 那MRNA也是 它不像有些人说 他身体长期逗留的 而且打针只能够做一种蛋白出来 它不能够做25种蛋白出来的 它不能够做一种完整的病毒来感染你 所以打针就没有可能引起新冠肺炎 这些疫苗 它是一些老人 加比65岁以上的人 都是相当有效 和安全的 它在人腹里面是安全的 即以MRNA疫苗来说 两种MRNA疫苗 都是在人腹里面使用的 是安全的 就不会影响BB的 在人腹里面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